针对儿童性犯罪和贩卖人口的卧底行动 共逮捕了29名男性 上周当地执法部门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国土安全调查HSR合作 公布了一项名为愚人节的秘密行动的结果 该行动旨在打击涉嫌性侵犯者 这次针对儿童性犯罪和贩卖人口的卧底行动 共逮捕了29名男性 在整个行动期间 卧底侦探在犯罪嫌疑人 寻求与未成年人发生非法性行为的网站上投放广告 嫌犯涉嫌为各种性行为招揽或者撮合交易 随后被捕 HSR采取一种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来调查儿童剥削 通过工作来识别 营救和稳定受害者 HSR与国家失踪及被剥削儿童保护中心 NCMEC 联署合作伙伴 以及其他联邦 州和地方机构合作 帮助破案和拯救受性剥削的儿童